很多人说这是人工智能最好的时代 也许也是人工智能最坏的时代 目前还是构建的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 真正大大小小的各类的摄像头 大概有200多万 但是智能化升级的渗透率 大概也就是10%到15% 明显然对这个数字不是很满意 也许未来当大家不再提人工智能的时候 就是人工智能的 就是人工智能真正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时候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算法芯片化 记得您也常常说过无芯片不AI 这是一条必然之路 它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像水和电一样可以若无稀无声 成为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里面的 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龙岗的一个民警抓住我说 陈博士你们这些视觉和搜索的技术 能不能用在我们公安的以图搜图 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 可能深圳很快就不会再有走失的孩子 科技虽然是中性的 但是技术背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有温度的 创业和一场马拉松它像吗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我们当年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带我们芯片的视频结构化的这些摄像机 能够遍布全国的有马拉松的城市 员工的队伍跑过 采集到拼接起来一个我们在全国跑马拉松的一个场景 这是当年的一个小愿望 既能够兼顾芯片 然后算法能够做产品服务落地 项目落地 当时是从创业一开始 咱们就已经把这个愿景定得这么高了吗 创业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是无知者无畏 如果太瞻前顾后了 那其实创业公司没有任何的机会 一个企业500年比500强更重要 2035年 迎天立飞是一个什么样的决策 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至少会有三台机器人 天线机器人上面印着一个logo Powered by Entity Fusion 有时候时间是一种错觉 关于本质的解读 神秘而遥远 仰望星空之际 思考世界 在中国故事里 它最贴近梦想 这个时代人们都在大声说话 争分夺秒 表明太多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站上了高度 花更多的时间去赶路 这是一场与未来的对话 科技永远是命题上的尺寸 这里无关成败 喜悦 平凡还是伟大 别只匆匆赶路 去感受路 无论谁都要经受时间的考核 唯有创造 让人历久彌新 以科技之名 向未来之意 登陆时间第四季 对话未来 在会议间隙 把你给撞下来了 会不会觉得 这边的环境比较闹 比较熙熙攘攘 我觉得还是闹中取静吧 所以这里的公司的聚集效应 相对来说比较好 抬头会看到 咱们自己云天立飞的一些 比如产品 一些服务 其实在这八年的过程当中 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天际线 你自己再去看的时候 跟刚刚创业的时候的心情 是什么样的 还是蛮自豪的吧 抬头一望望到 我们的产品 还是有所回报 尤其是这些产品 创造了背后的社会价值 我们当年曾经有一个 小小的梦想 带我们芯片的 视频结构化的这些摄像机 能够遍布全国的 有马拉松的城市 员工的队伍跑过 采集到拼接起来 一个我们在全国 跑马拉松的一个场景 这是当年的一个小愿望 这个约定是很酷的 工程师会比较浮想连篇 我刚刚看到您就带了一个 咱们有企业logo的 这个徽章 我觉得特别好看 而且取的是中间的这个if 对 这是什么样的含义 林天丽菲的英文名是 Intellifusion 这是我们团队自己造的一个单词 它是Intelli 智慧和Fusion 核聚变 两个词 组在了一起的含义 而这两个词组在一起 中间的这个if 正好是未来以来 万事皆有可能的 这样的一个含义 97年您是在上海交大读书 对 当您选这个专业的时候 您有想过 人工智能的如果吗 在交大 其实我选择的应用方向 是通信方向 那个时候 我自己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还停留在非常初期的一个阶段 是早期的科幻电影里面的 铁壁 阿童木 变形金刚的 晴天柱 等等这样的 比较著名的机器人 我认为这就是人工智能 我看到这个阶段里面 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经历 就是您当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经验 那这段履历当中 您觉得给您留下最深刻的 那个苦和乐是什么 比较深刻的 还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年 做的第一个项目 语音盲分离 也就是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面 有很多人在讲话 然后录制下来 几个语音的片段 要能够清晰地 把每个人讲话的语音复原出来 为了研究这个课题 三天三夜吧 不眠不休 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然后这个语音就是 无法把它清晰地分割开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 这是当年到美国遇到的第一只蓝鹿虎吗 对 也算是第一次最大的一个技术上的挑战 但是记得就是第三天清晨的时候 推导出来的一个数学模型 一下子就把四个讲话者不同的语音清晰地进行了分割 当时的这个兴奋 尤其是当时踩着单车 然后回公寓去睡觉 迎面这个看到日出升起来 哇 这个真的是自信心爆棚 觉得任何的技术难题 只要用心努力去解决我们总能够攻克 从美国回国 可能很多人当时对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确实是有一些费解 在美国已经是小有所成了 为什么会从前沿的技术研究再回到国内 对 我觉得两件事情吧 2006年当时我们刚刚开始制定LTE的国际研究 上百家欧美的顶尖的这个通信企业 大家一起在探讨 中兴和华为的工程师是站在最后一排在旁听的 但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面 中兴和华为的工程师的标准团队越来越大 就是从后面不断地往前靠 并且已经站在了正前方的舞台上 参与国际的技术PK 埋下了一个回国创业的种子 14年的时候感受到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的春天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团队选择了去拥抱中国的科技蓬勃发展的机遇 既能够兼顾芯片 然后算法能够做产品服务落地 当时是从创业一开始 咱们就已经把这个愿景定得这么高了吗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早期的创始团队的背景有关系 十多年前的合作的基础就是具备的这样一个算法芯片化的全流程的设计能力 这是我们的差异化的技术能力 应该就在我们节目播出前后 咱们Edge 10芯片就会发布了 那么距离您作为我们中国的第一款 善用矢量处理器芯片的设计 这个中间过去了多少年 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爱知识是我们上个月刚刚流片出去的一颗边缘计算的芯片 采用了14纳米的工艺节点 我们整个团队对它抱以厚望 赋能两大场景 一个是AIoT的边缘的视频机构化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机器人的视觉大脑芯片 我记得您也常常说过无芯片不AI 这是一条必然之路 只有我们在算法和芯片上面同步去突破 才能够真正把这些算法带到万物之联的硬件里面 才能够真正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那我们在算法、芯片上吃不到 我们在算法、芯片上吃不到 我们在算法上要吃不到 那我们在算法和芯片上吃不到 我们在算法、芯片上吃不到 也可以去做一个或者芯片上吃不到 哪个人 我们在算法、芯片上吃不到 我们才能够突破 我们在算法、芯片上吃不到 其实这张照片我觉得还蛮打动的 对 我们创业之初最早做的这个AI智能是助力智慧警务 所以也是帮助公安去寻找走失的孩子和老人 所以科技虽然是中性的 但是技术背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有温度的 所以我们也是励志要去做有温度的AI 做有温度的产品 2014年8月27号是我们成立的时间 我记着第二天是陈可欣导演的一部电影《亲爱的首映式》 我们团队去看了 讲到的是被拐带儿童的社会现实 我们当时触动还是蛮深的 然后没过几天 我们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科技论坛上 在交流人工智能的这些视觉识别的算法 龙岗的一个民警说 陈博士您这些视觉的技术和搜索的技术 能不能用在我们公安的以图搜图 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 可能深圳很快就不会再有走失的孩子 他这句话触动了我们团队的心 当然您也问到确实产业有很多的巨头 但是我觉得创业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是无知者无畏 如果太瞻前顾后了 那其实创业公司没有任何的机会 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就是当年咱们的产品和服务推出之后 当时就有一个孩子走势 但是是用最快的时间 不到15个小时把它找回来了 你要跟时间去赛跑 那怎么能够在城市级的海量视频的 非结构化数据中 快速精准地找到走失的人员 这是当时最大的技术挑战 三岁的小男孩已经被带离了深圳 好像是17年的除夕的前一天 把他从武汉的火车站解救回来 带到了父母温暖的怀抱 其实是15个小时跨省救回的这个孩子 AI在中国找到了巨大的市场 绽放了巨大的红利 我们可能讨论了更多的是 是他的市值 是他的应用 是他的数据 算法 我们以为那些东西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今天当你回头来看 云云丽菲的创业故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很踏实 这一些科技的创业者们 恰恰是能够把那些冰冷的 原本是树枝高阁的技术 变得那么的有温情 那么的有温度 科技给予我们带来的温暖和光辉 放在了我们的手心 2016年开始 深圳打造了这样一个AI安防示范区 我们也开始展望我们在全国市场上的拓展 我们认为一年之内可以拓展到百成 但是实际上一年下来 我们只推广了各位数的 连10%的目标都没有达成 您自己花了多长时间去接受这个落差 一个月吧 你就要快速的去适应 其实创业就是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反过头来会去感谢当年的那个错误吗 或者是那个判断吗 没有太多的时间往回看 更要去想着怎么往前走 每天都有很多条路让你去选择 我认为这个更重要 我还记得当年有一张老照片 您跟创业团队的几位同事 那应该是在酷暑期间就顶着烈日 然后您穿了一个T恤 然后一个大裤衩 15年的夏天 对 虽然身体上累一些 但是这些跟创业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都是小菜一叠 不是最难的时候 这是幸福的痛苦 幸福的痛苦 已经有了场景 可以去做数据的测试 其实早期最痛苦的是怎么做减法 人工智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产品 可以赋能千行百业 但是并不代表人工智能 今天已经成熟到 可以去赋能百业 所以要一个场景 一个场景做 还要用工匠精神 把这些技术和这个场景 进行充分的结合 真正去创造价值 去论证它的价值闭环 这是企业应该做的事情 在疫情刚刚爆发的初期 我们云天立飞就已经站到了一线 怎么去评价科学防疫 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和作用 可以打仗 靠谱 可以打仗了 打的最漂亮的一场仗是什么时候 我们在2021年的年初 接到了任务 我们要在深圳的数千家药店 上线这个电子哨兵 对于这个退热药的购买 形成一个数字化的全闭环 那个时候是春节前 要求2月5号全面上线 军令撞了 给深圳拍了这个胸腹 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一个月组织研发 硬件备货 施工 调试 上线 其中到最后比较痛苦的是 找不到施工人员 然后就我们的工程师上 去调试 安装 这些设备 那个时候你自己心里压力不大吗 压力一定大 势在人为 通过打了这场漂亮的战役 其实给了我们云天立飞 包括给您本人 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和启发 我觉得其实更加坚定的 还是夯实我们底层的 视觉计算的技术能力平台 尽可能地让这些技术 去替代我们人工的一些 重复的体力和脑力的劳动 40年40年 当时突然接到通知 我们团队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但是又诚惶诚恐 其实在入选的40个团队里面 我们也是到深圳时间最短的 所以可能对深圳的税收各方面的 实际贡献也是最小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说明了国家和深圳 对于未来的人工智能的产业 对于集中电路 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 是不是那天晚上收到通知 以后一晚上兴奋没睡觉 是我们团队确实很兴奋 尤其是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 它其实是我们团队在深圳 这样创新创业努力的一个肯定 更是一个鞭策 除了容易之外 我们感受更大的是压力和动力 肩上其实不仅是做好一家企业 而是中国深圳 人工智能产业 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继承电路的 交叉产业的发展 一定要有云天丽飞的贡献 就在那几年您也反复地提到说 深圳是最适合创业的城市 没有之一 对 云天丽飞是生于深圳 长于深圳 你觉得在他的身上 延续了这个城市 什么样的性格和基因 一个是创新 一个是务实 可以说深圳成就了云天丽飞 我们所有的产品和技术落地 几乎零到一的场景的创新的打磨 都是源于深圳 从这里开始 走向了更多的城市 对 包括我们内部 有一个双子战略 其中一个灯塔子战略 就是我们在全国去布局了一些灯塔城市 以深圳为核心 向外去辐射 到像北京 上海 青岛 成都等等 今天的人工智能 就像一个刚刚满月的小baby 那么算法就是它的灵魂 芯片就是它的躯体 而数据则是推动它不断成长的营养 所以灵魂 躯体和营养三者缺一不可 在中国最大的优势其实在于应用 我们应该从应用中生产数据 用数据训练算法 用算法去定义芯片 形成一个应用数据 算法芯片四位一体的有机闭环 我们定义为自进化城市智能体 它们就像四个飞轮摇合在一起 推动人工智能的产业在中国 轰轰烈烈地向前去发展 比方说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可视化的应用和体现 对 像这里呢 就是我们基于这六大能力平台 去打造的面向八个行业 各类场景的一些成功的这个应用案例 包括富士康 包括这个宁德时代 等等这些工业园区和一些产业园区 去做到数字化的转型 这个应用呢 是公共交通领域的一个案例 在深圳的六千多台公交车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OD分析的设备 OD是什么呢 您可以看到在上车门 自上而下会有一个视觉传感器 它会采集比如说我上车的 采进我头肩颈的数据 就在这样一个含有我们自研芯片的边缘计算 盒子里面 把上车和下车 通过头顶和肩膀的识别进行比对 沉淀了这些核心的数据 又不采集生物特征 保护个人隐私 所以这些技术呢 它不知道乘客是谁 但是同时又掌握了 居民的出行需求的数据 基于这样的一个出行画像的需求 我们重新在像大战快线 这样的很多的公交线路上 去进行线网的优化和运营的优化 它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居民出行的便利度提升25% 也就是说一个人本来出行的过程需要一个小时 现在通过优化公交站点和线路 可以压缩到45分钟 并且通过智能调度 站点和线路的裁减 大幅地压缩巴士的运营成本 降低碳排放 我听到这样一个数据好像说光是在深圳这座城市 运用了咱们云天立飞的前置摄像头就有超过5000多个 然后每天要处理的数据量大概也在5000万以上 对 其实深圳大大小小的各类的视觉传感器 大概有200多万个 但是这里面的智能化升级的渗透率 大概也就是10%到15% 比如说像这边 就有一个含有我们AI芯片的一个摄像头 就这个吗 对 它在摄像头里面采集到的这些数据 就可以进行本地化的提取其中有价值有用的信息 传输到云端去进行大数据的决策 像这样的前置摄像头大概有多少个在深圳 大概有两万多台 您显然对这个数字不是很满意 其实今天制约人工智能大规模产业化的 并不是智能化本身 而是数字化没有完成 应用场景 如果我们没有完成一个数字化的流程的话 机器是没有办法来进行决策的 那在您看来 未来数字化程度多少最合适 全部会被数字化 百分之百 对 相信到了2024年之后 人工智能真正走进天航百业 也许未来当大家不再提人工智能的时候 就是人工智能真正之间大规模产业化的时候 如果说未来是2035年的话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至少会有三台机器人 哪三台 家里一台服务机器人 办公室一台工作助理 还有一台交通工具 2035年 银天丽飞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希望 我们也坚信 机器人上面 印着一个logo powered by Intelli Fusion 您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跑步 跑马拉松的时候 您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什么都不想 在云天丽飞目前落地城市这么多应用当中 哪一个让你最骄傲 都很骄傲 当年深目系统帮助深圳公安 找回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您还记得和团队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Yes 创业八年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我觉得是人生的经历吧 您觉得数字化最难的关键点是什么 理念的转变 展望未来的40年 银天丽飞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希望能够助力深圳 用5到10年的时间 去建成全球第一个 自进化城市智能体的集群 请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深圳对您的影响 创新加务时 请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对深圳的改变和贡献 您比较谦虚 还得想很久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和一个科技工作者 我们其实对一个城市能够带来的改变 我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所有的市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都这么去努力 我相信一定能够让这个城市飞速地发展 我们一直是在发现或者是在挖掘一个改变未来的行业 我觉得无认驾驶是我们绕不开的 自动驾驶所带来的是一个移动的空间 更加的安全 展示出黑科技的这种能力 让大家变得更加的能够接受这样的新鲜事物 像您一样 心怀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年轻人 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有想法就大胆去做 做的过程中间不断地学习调整 对不起 对不起